老树芒芒,来源门海空曼芒芒 我们常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因为七岁孩子的性格和脾气差不多都定型了 所以零的七岁是孩子性格培养的关键时期 父母的陪伴和教育很重要 为了孩子以后能有个美好的未来 七岁前,家长睡前再累 也要陪他们做这三件事 培养孩子自理能力,一起劳动 孩子具备一定的自理能力是成长的基础 独立刷牙,洗澡,穿衣,折衣,整理床库,收拾玩具 也看这些小事情,能够让孩子更自信的做自己 为什么年幼的孩子看到大人们在一旁忙活时 也会想要模仿和参与 因为他们虽小,在内心已经觉得自己像大人 当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穿上衣服和鞋子 拿麻布把桌面擦拭干净,分类整理玩具时 巨大的满足感能够给他们带来快乐 孩子感觉被需要并且会更自信 但是,有些父母觉得孩子不懂或帮到忙 而不愿意跟孩子参与 这样不仅耽误了孩子的自立能力 还会给孩子落下懒惰的习惯 培养孩子智力发育,一起玩耍 睡前是难得的亲自交流时间 父母可以陪帮孩子做一些地质游戏 看会本,唱歌,跳舞,讲故事等 可以让这些事情成为一种家庭仪式 爸妈要相信,从小和父母一起睡前玩耍的孩子 长大后的智商和情商都会更高 在社会上也会更出色 打见孩子心灵感恩 每日沟通,三博大学心理学家Susan Potter 说,被父母关注的孩子 长大后就会把积极地关注内化 用家长对自己的态度来对待自己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是有句名言 拨下一个行动,收获一种习惯 拨下一个习惯,收获一种性格 拨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 家长每天的行动才是孩子未来的缩影 好习惯对孩子未来的性格命运的影响不容小快 我们要相信习惯的力量 一个好习惯的养成,能让孩子受益终伤 同样,一个快习惯的养成 也会给孩子的人生带来负面的影响 就像马克吐温曾经说过 习惯是很难打破的 谁也不能把他从窗户里抛出去 只能一步一步地哄着他从楼梯上走下来 暑假快来了 小妈联合儿童教育维堪 为大家发起了第二波福利 6到12岁儿童暑假阅读推荐书籍 在教室来临之前 先给孩子储备一些书籍吧 免费领书书籍类型 中国儿童文学 精装图画书 科普百科 意志游戏 卡通漫画 儿童故事书 阅读工具书等 书籍每次上新之后 儿童教育微堪 长按试别二维码 免费领取更好书 目前正在兑换中的书籍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支持明镜与 troops 感谢观看